哎 李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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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小家 我想请个假 我奶奶住院了 那你赶紧去吧 把衣服给我 行 你快去吧 喂 好 美女 你好 哎 我说你个小保安 你怎么回事啊 没看见我在接电话吗 不 不是 你的强调了 哎 还真是我的 哎 不对呀 我兜里明明有两百块钱 怎么就要一百了 那一百被你藏哪儿了 不是 美女 我刚才只讲到一百块钱 我就还给你了 你可千万不要冤枉我呀 等一下 把这一百块钱还给我 别动我 我只是进到一个保安该进的职责 请你不要无理取闹 我就无理取闹 你能帮我怎么样啊 行 今天这个亏我认了 这个钱我给你 但是请你记住 这个钱它是我的钱 也是我给你的 早给我得了呗 装什么傻呀 都什么时间了 这李总怎么还不来呀 原来您就是李总啊 刚才的事情不好意思啊 都是误会 误会 请问你是 李总您好 我是咱们这儿呀 刚应聘商的销售部经理 刘雪海归 双硕士学位 今天第一天上班 哦 刘雪海归 你要不说呀 我还以为你是哪个大商里 跑出来的泼妇呢 哎 李总 你什么意思啊 什么意思啊 我告诉你 职业不分高低贵贱 只有人品 才分三六九等 像你这种没有素质 胡编乱造污蔑同事的人 空有一身文凭 又有什么用呢 我们公司不欢迎你 李总 你听我解释呀 出去 你是绑架的人 你绑了我的魂 这个北京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是谁的 老板 是我的 拿上你的录取通知书 去财务 结账走人 老板 是我哪里做的不够好吗 我可以改的 哪来那么多废话 抓紧走人 当然你一直是我带的 他工作非常努力 他到底做错什么了 你给我闭嘴 你又再多说一句 你俩一块走人 师傅 你别说了 我走还不行吗 明天别再让我看看你 诶 丹妮 你等一下 我今天必须给你讨个说法 李总 你等一下 老板 今天这是怎么了 丹妮平时很努力呀 谁知道他抽什么疯的 炸火吧 炸火吧 老板 你今天必须说清楚 丹妮他工作那么努力 他到底做做什么了 进来都不知道敲梅吗 我做事还有你来教 行假已经过完了 他不上学 那就是错 他呀 和他弟弟都考上大学了 家里又没钱 父母也是弟弟大大的农民 他这么努力的工作 都是为了供他弟弟上大学 咱们就这么让他走了 不合适吧 他必须要走 你知道吗 你以为你是在帮他吗 你这是在毁他的前程 可是我们就这么开除他 你这是毁了整个家庭呀 行了 别再说了 你马上让他从公司给我帮出去 亏他还一直说你是个好老板 原来你这么不敬人情 哼 喂 财务部吗 对 那个 丹妮的工资 你给他四个行价 四个暑假来接 嗯 好 就这样 丹妮 你等一下 老板 你这是 以后你每个暑假和寒假就来公司工作 剩下的时间呢 好好学习就行 另外 我这里有些钱 你拿着 老板 这我不能要 哎呀 你就拿着吧 丹妮 你记住 只有知识才可以改变命运 否则你的青春只能惯来苦力 等你大学毕业以后 再回来咱们公司必须工作 公司的大门永远为你敞开 谢谢老板 谢谢 不跑步 骄傲的少年 年轻的心里面 是教你的学习 爸 大伙怎么说 不用我教你了吧 大龄 你们怎么来了 哥 爸生病了 手术费需要十万块钱 我这家里刚装修完房子 真的是一点钱都没有啊 那可不行 我们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 他生病 我们可管不了 哥 你看看我嫂子说的话 这叫人话吗 这可是咱们新爸呀 大龄啊 爸想你 想着都睡不着觉 不知道你认不认我这个爸 行了 行了 你可别在这卖惨了 你的病呀 我们可真管不了 哥 这俗话说得好呀 这长兄如父 长嫂如母 可是你们 当你说的对 你们呀 我们是真管不了 你们从哪来回哪去吧 儿子 你真的不要爸了吗 爸 到底谁不要谁 难道你都忘了吗 哎呀 走吧 走吧 别磨叽了 爸 我没结婚 怎么能有我们的房子呢 你的房子 谁能证明呢 这房产证上白纸和这些都是我的名字 我想给谁就给谁 爸 这房子可是我一番一番挣出来的呀 当初如果不是您一哭二闹三烧吊一死相逼 我能写您的名字吗 你说这么多 谁信呢 爸 您的心怎么这么狠呢 就算您不心疼我 您心疼心疼您睡的行不行 当您他还有两个月就要生了 您就要赶我们走 这啥呀 我管不了 儿子我管不了 孙子我更管不了 爸 赶紧滚吧 你说的这些 爸都知道 爸也是有苦衷的 当初您妹妹结婚的时候 爸实在是拿不出嫁妆 所以我迫不得一切这样做的 爸 难道妹妹就是亲生的 您儿子就是捡来的吗 大林 您就原谅爸爸 爸就这一个脑袋一双手 这手心手败可都是肉啊 这老话说得好 一碗水是端不平的 你们都是爸的孩子 都是我的心头肉啊 爸 您就别装了 现在是您生病了 你现在才想起来 我们也是您的孩子呀 从您把我们赶出家门时 从您把我们的救命钱拿走的时候 我们的心就已经凉透了 爸 就这儿 爸 妹妹 你们怎么来了 我怎么来了 我来找你算账的 你们走了以后 爸的惊项链就丢了 你们是不是自己偷偷配了一把钥匙 偷偷回去拿的 爸 我们是真的没有拿您的东西 你看大连他 在工地都摔成这样了 他连床都下不了 怎么可能回去拿您的东西呢 他下不了床 你不还能走的吗 闺女 别跟他废话 饭都吃不上了 手还能干净吗 给我收 嫂子 这啥都没有 不会是藏在你身上了吧 哎 你那衣服咕咕咕咕咕咕 是什么 爸 这金项链找不到就算了 就算我卖给你了 这钱我拿走了 爸 我们真的没有拿您的金项链 再说这钱您也不能拿走啊 这可是给大连买药的钱 得得得 别说了 就那么点伤 有那么严重吗 这点钱给你留着 老婆 都怪我没用 我就是个废人 我 大连 我们现在受的苦 你一定要给我记住 日后 我们一定要活出个样来 老话说的是好 这一碗水 是端不平 可是您的手 如果太牵斜的话 这碗热水洒下来 伤到的还是您自己啊 爸 您的病 我们可真的管不了 您爱找谁 就找谁去吧